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吴雯玲 我来自香港部长的商委朱石轮中学 我参加这个比赛的原因 下因为我本身都很喜欢写作 加上老师的推荐就来到这个比赛 我叫蔡思 然后我来自于北角协同中学 我对写作有感兴趣的同事 中文老师受邀我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被感荣幸 因此我也想去尝试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曾曼南 我是来自保良高湖中中学的学生 我参加这个比赛最主要的原因 是老师的推荐 其次我自己也很想去参加不同的比赛 去增加自己的比赛经验 托阔自己的视野 我是在作品里面提供他的饮食 唯一是关于我在冬天里面去写粥 和在家里和老大饮茶的事 这个和我讲的阅读材料有关系 因为我讲的是梁石超先生的 《阿舍弹血》 他里面有提到粥和茶这篇文章 然后我就去看看他是怎样写粥 我就发现其实粥是有很多品种的 因为他查的话 其实他那时候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 就是他去买茶 然后他的茶椅是很便宜 我觉得他不是好的茶椅 然后他就被店主教训了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都没有以贸取人 同时就没有以茶的打钱去判断 他是不是好茶还是坏茶 我的饮食的回忆是 包括我在儿时 爷爷还有祖母的一些经历 以及母亲就是给我从小到大煮的那些饮食 其实这篇字文也是有着这些回忆 文中提及的那篇字文当中 就包含了很多闽南影视文化的内容在 然后我自身呢 其实主观是在福建 因此很多文章中提及的影视 就有包含儿时对于饮食方面的一些见解 我在作品提及的是 我们中国传统的饮食回忆 其实就是宋朝的饮食回忆 因为我本身个人是修读中国历史科 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很有兴趣 课本上就经常关于人物的事件那些 但其实就甚少提及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食 当我一看到有宋朝这本饮食文化类型的书籍 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本书 这个阅读材料对我的启发 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是没想到 其实我们觉得很平常的粥茶这些食物 其实是它的不客 它是会去了解那些粥茶 它是否有点工序或者是故事 就给我发现其实如果我去原生去观察 我就是了解一个事物 那时候我会发现它的美好之处 因为我都鼓励我 或者平常见到一件事或者一个食物 就可能都去了解一点点 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可以代表我的惊喜 它当中的很多内容 其实也让我对儿时的一些饮食 一些很多方面都就是有了新的看法 香港的特色饮食 与明南地区饮食之间的一些不同 也让我对饮食的特色 就是每个地区饮食的特色 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这本的阅读资料 就大比了我去尝试阅读不同 新类型的书籍的启发 我平时甚少阅读这些饮食类型的书籍 但是这次的比赛 就比了我一个契机 去阅读这些不同饮食类型的书籍 我觉得写作对推广饮食文化 其实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 是一个都可以了解饮食文化的过程 因为对于读者来说 他们是看着他们写的文章 如果那个作者是写得很好看 很好玩 好像这个食物是发生到 什么时候变成好玩的时候 我觉得读者是自己想去了解多些 关于这个食物的事情 写作在推广饮食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它可以让不同地区的人们去了解到 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 以及饮食食物背后的故事 让更多人们了解这些之后 可以推广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 我认为写作是一种 不可以被人模仿和复制的一种媒体 去推介饮食文化 为什么我们还很喜欢用文字 去表达出我们对于 微食的一种见解呢 其实就是因为图片和影片 是不足以令到那些读者 去真心感受到 在这里吃东西的人的感受 我们可以通过那些 作者的势利的文笔 和他们对于微食的形容 好像和作者一起 共同享受这个微食那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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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